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 这是从古文明遗迹里发现的项链 叫永恒之恋 希望它能一直守护你的平安 难得你开窍一回 结婚作为地球人繁衍后代的程序 又是地理誓约又是物品赠予还挺繁琐的 我和许心结婚可不是为了走长血 各组织在悟道得到大连木牙经后 行星纪舞者增加了不少 各国也有充足的人寿地狱怪兽 这一年来 地球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也能安心和许心办婚礼了 那个也不错 贾司令 罗少将 有场很重要的会议 第一元老叮嘱我们必须出席 你赶紧进入战事宫 你赶紧进入战事宫 嗯 急 有我怪兽的数据 第三人老 欧罗巴舰队 已与亚美利加舰队完成对合 请随时下达指示 全机停立后 出动所有空中和海洋机架单位 对岗口的怪赏紧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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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岗口的怪赏 对岗口的怪赏紧急计划 对岗口的怪赏紧急计划 如此密切的火力 他顺钱就走过去了 开塔 继续加香搜索 什么 对岗口的怪赏紧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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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攻击 先去攻击 回酒 回酒 第三元老 攻击无效 请指示 将基地激光炮 全部调到最大空域 准备再次打击 是 还跑 继续带领空中编队负责用敌 一定要把目标引入攻击范围 是 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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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移动速度太过惊人 脑弹和激光炮都很难锁定和持续攻击 必须而它慢向你 开火 开火 我有个作战计划 我 快走 掩护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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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独裁单位 第一次攻击 能握比令 这个怪兽太快庞大 暂时没有发现 救救他 只能拽散地拖满他的速度 这就是机会 全心难 车炮发射 怎么可能 以最高功率集中所有激光炮攻击 即便是受防都可能会受伤 优生目标 哪儿去了 什么 保护警方 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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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牵涉的国防事务 第一元老考虑到你我和索克洛夫都有军方背景 就让我们和五大元老同坐 倒是方便与各国政要协商 这位应该就是第五元老 阿特欠 据说他是实力仅次于伊斯特的欧罗巴第二相招 但形势低调 平日极少鲜事 这次他出席 看来情况很紧急了 穆罕德森的伤势好重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看来了 我看来了 你看来了 我看来了 我看来了 各位 刚从亚美丽家传来消息 那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预计在不久之后 灾难会席卷全球 这里有一段画面 你们看了就明白 那头坏烧 有特殊的吞死能力 救命 整座基地 整个航母编队乃至所有士兵 全部分解成最快 最后一同被吸入怪兽口中 战争基地被整座吞噬 几乎没留下残骸 除了我以外 联合编队的伊森长老 高级战神开拓 还有十二名战神机 和五万零八十九名士兵 他们为了抵抗怪兽 战至最后一刻 已经 全部牺牲 人类 将要面对一场前所未见的好劫 人类 将要面对一场前所未见的好劫 是五大国那个那连线请求 五大国正在进行联合会议 我提前智慧他们 议题一旦涉及到那头神秘怪兽 便及时与我们连线 总统先生 我们已经浏览过那则基地玉玺的视频 现在亚美丽加分头情况如何 海鱼怪兽在她的带领下 不断向内入侵袭 甚至有其他怪兽带队分头进行 到现在 共有四座战争基地被毁 超过二十一万士兵丧生 是一只折腹在海里的那两头树黄 要是他们也参与建讨 情况就更危急了 我们得尽快搜集情报 以便显出对策 不知各位是否知道她的来历 根据寒夏所掌握的资料 有一种宇宙生命的特征 和这头怪兽吻合 我国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解封最高机密文件 玄机七号档案 李司令 由你来讲解一下 我们寒夏军方 为掌握海域怪兽动向 长期进行海洋侦测 期间也曾发现过古文明遗迹 其中 二号古文明遗迹 就有记载部分宇宙生命的信息 该遗迹中的信息显示 有种怪兽数量极少 但只要成年 就能成为宇宙集 这种怪兽叫做 星空巨兽 星空巨兽 以前从未听过 星空巨兽 什么星空巨兽 星空巨兽有不同的类别 它能吞下战争基地 应该就是其中的吞噬类 吞噬类 吞噬类 嗯 这个类别 具有吞噬万物的能力 那这头星空巨兽实力大概多少 有没有宇宙集 好 资料描述 宇宙集星空巨兽 体长为数千米至万物 这一套 仅一百八十 据我方估计 是行星级八到九阶 或者 是恒星级 这或许是地球人类 第一次遭遇恒星级的对手 没什么 空智能系统,对该怪兽的战斗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 这么快? 红哥,他的数据是我们的两到三倍的吧 我作为星星级三级的精神验识,就算有顿天数据 飞行速度也刚超过我们坚明妹妹了 无论从第三元老的战斗表现看,还是从数据看 人类要正面对抗星空巨兽,只怕毫无神算 赵贝塔,阿贝塔,阿贝塔,阿贝塔 有远达有远达可以看见吗? 你认不认得屏幕上出现的怪兽? 老天 你们是上哪能来的视频 就是地球上的 它出现在地球 这怎么可能啊 主人闯荡宇宙六千多万年 也只碰到过三台星空巨兽 且没有一头 是这样的高等血统 高等血统 帮帮他 你说清楚 宗室内的星空巨兽 有两大巅峰巨兽 一种是银星巨兽 一种是银角巨兽 而这个 就是这两种当中 更加身材 银气更大的银角巨兽 它的现身 就意味着地球 已经被宣判死刑 宣判死刑 我的同学 老师 无关是兄弟 教官 我的父母亲人 我的爱人 我从小到大 接触的所有人 都只是寒夏民族 其中一个不棋验的 很小很小的一滴水 而寒夏民族 则是地球人类的一部分 现在 完了 不 一定要杀了他 他 一定得死 你发烧了吗 你一个行星级三界精神念师 竟然敢招乱恒星级金角巨兽 你是有陨墨银吧传承 可金角巨兽的背景也很大 他血统高贵 实力强大 想杀他 简直 简直就是做梦 我们没必要跟他硬拼的 就算危险 到时候让你躲进 陨墨星号飞船内 飞船一关 他就算再厉害 也破坏不了 而且 陨墨星号 惊人的重量 也不是他能吞下的 不 别傻了 大不了 让你亲人 也进入陨墨星号飞船吗 怎么 爸爸他 难道我们像个缩头乌龟躲起来 躲过这场劫难 然后走出来一看 整个地球人类灭亡了 我爸妈认识的那些公友邻居 全都死光了 只剩下我们一家人 有意思吗 你让我爸妈怎么说 我怎么生活 无法想象 理解不了你们人类的想法 根本不是对手 还反抗 人 无法离开社会 无法脱离民族 祖国 地球上 我们就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 生不如死 哪怕他 一个国家灭亡 幸存的子民有一个称谎 叫做 亡国奴 地球是我的根 寒夏民族是我的根 而我 也是其中的一片叶子 根如果死了 叶子还能活 爸爸 告诉我 怎么杀死他 没可能吧 爸爸 你都能赶造飞船 难道还不能制造厉害的武器 将他击杀吗 轰杀恒星级的武器 罗锋 在宇宙中 恒星级已经算一方强者 宇宙旗强者 更是能靠肉体 跟星际舰队搏杀 也就是说 一般星际舰队 很难击杀宇宙旗 击杀恒星级 也是需要大威力的武器 这等威力武器 制造非常复杂 最起码需要几年功夫 可是已经脚巨瘦的速度 一个月内 绝对横扫整个地球 而且罗锋 大威力武器制造容易 发射呢 你要发射 并且命中目标 也很有难度 所以 如果真的要反抗 只有一个办法 是什么 你们地球上 有一些宇宙战舰残骸 那些残骸中 就可能配备 大威力武器 虽然受到长时间 侵蚀 早就无法用 可是 我如果改造一下 或许还可能再用 当然 只要碰运气 毕竟 能击杀恒星级的武器 在星际战舰中 也算大威力了 比如 你们关注总部那艘飞船 只是运输箭 配备的武器 一般都比较差 阿巴塔 你告诉我 这头金角据说的准确实力 这几支笔 才能百战不待 他 你看 他头上那根 有大量金色蜜纹的独角旁 是不是有一个凸起 对 金角巨兽实力很好辨认 因为他在不同阶段 有不同特征 右体期 额头只有一个独角 成长期 额头开始生长第二个尖角 青年期 额头开始生长第三个尖角 壮年期 长出第四个尖角 巅峰期 长出第五个尖角 实力越往后 尖角上的金色蜜纹越复杂 直至最后 尖角就仿佛金色 所以 他才被称为 金角巨兽 他第二个角 才仅仅一个突起 估计 才踏入航行期不强 不过 他血统太强 成长速度非常惊人 在成长期 他会疯狂吞噬 大量金属并吸收 实力不断提升 所以 要杀必须赶紧杀 否则 他会越来越强 难怪他吞噬 战争基地 战争基地 几乎都是金属 放心 他作为金角巨兽 虽然有体内世界 可毕竟 是才刚刚结束 幼体期的小家伙 每天的饭量 是有限的 不过罗峰 我还是得劝你一句 星空巨兽 每一头都不好惹 他们血脉中 蕴含着古老的传承记忆 想杀星空巨兽 很难 想杀星空巨兽中 排名都非常靠前的 金角巨兽 更是难上加难 主人曾听说 宇宙中 有一位不朽 碰到戒主 这金角巨兽 欲咬击杀 按理说 不朽强者杀戒主 太容易了 可是 那金角巨兽 虽然斗不过 但还是逃掉了 这种数量 无比稀少的 最巅峰血统 或许 你能战胜它 但要击杀它 很难 我试试怎么知道 它想要毁灭地球 那必须先踏过我们所有武者的身体 地球 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而身为武者的我 存在的意义 就是用生命 誓死守护这个家园 你这个死脑筋 可惜羽默星号上没有武器 不然 以羽默星号的强度 只要加速到惊人速度 加上它锋利无比的边缘 一个撞击 就是一颗星球也能切割 差恒星级跟切菜一样 可惜 羽默星号损坏 根本没办法飞 大尉 如果是行星级八级九级的怪兽 我们还有希望 可如果是恒星级 剩下的可能性最多只有一场 若采用大当量核弹打击 具备实施条件吧 大涅槃时期之前 超大当量的核弹 连试验都没地方试验 可是基地式时代 空旷的上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多得是 条件是有的 详细计划 还是交与各国专家讨论吧 司令 我是在想 如果失败 你是说民族传承计划 大涅槃时期以来 我们见过太多的老百姓 因为怪兽而颠沛流离 如今 好不容易才能在基地式中 获得片刻安宁 没想到 末日就这么来了 相信各国都一样 转正计划 先暗中开始吧 如果我们地球人类 真的反抗不了 再大规模启动 详细情况 离开虚拟空间再谈 或许 或许情况没那么糟 大家是地球的一员 没有一个愿意放弃 虹哥 你有把握吗 没把握 不过 就算没把握 到了最后关头 我也得上 我已升至行星级七节 配合领域 已经行星级内无敌 再配合赤木牙精 快速成长的摩云堂 就算跟航星级 一节生死一战 也未尝没有希望 最大的麻烦 只不知道这一头 星空巨兽的实力 各位 各位 从我们亚美利家 刚刚发送过来一段 关于星空巨兽的视频 我们是刚刚接到 总指挥部的命名 放弃战争基地 迅速撤退的 主要是我们 总指挥部通过卫星 发现那星空巨兽 正在朝这方向飞 可是 星空巨兽太快 军队还没有完全撤退结束 还没有 大军队还没有 军队我 大家也不会 进一步 进一步 健康 更大 跟上 一步 军队 全部 又要被吞了 快点上 快 快 快 公尉 这一段视频,我们发现两点。 一,他这次没有吞噬战争基地,而是火掉。 二,他有远程攻击手段,混蛋。 怎么了? 我们之前一直在商议,使用超大荡量的氢弹在这星空巨手身体表面或者嘴里爆炸。 之前我们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吞噬能力。 一旦吞噬,是否会对电子讯号里形成干扰。 不过这个难题,我们差不多能解决。 现在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他有远程攻击。 以他不可思议的防御能力,超大荡量的氢弹,只要距离他超过五十米爆炸,恐怕都破不了他的林甲。 各位,轻弹一旦爆炸,其瞬间产生的超高温和扩散出的冲击波和一些核辐射,都是普通民众所无法承受的。 但对于星空巨兽这样的怪物,恐怕未必能达到致命效果。 核辐射。 连各位超越战神都不怕核辐射,更别说着星空巨兽了。 所以,只有在足够近的距离内,瞬间的强大爆炸,才有机会重创,甚至摧毁星空巨兽。 超大荡量的氢弹一旦爆炸,那瞬间爆炸的超高温,就超两千万度。 不过必须在他身边,因为聚变释放的超大能量,是朝各个方向复杂。 许离中心点越远,威力越弱。 对星空巨兽这样神秘不可思议的存在,必须越近越好,最好是在他嘴巴里当炸。 他口腔内部防御,绝对不及提表人家。 到时候,上一顿当量的氢弹在他嘴巴里,一定炸到他头颅化为虚无。 上一顿当量的氢弹,不信诈不死。 各位,现在最大的麻烦是,如果我们运送氢弹的战机飞过去,被这星空巨兽直接一道金光,在千米外就会掉。 怎么办? 在千米外,就算成功引爆,恐怕连行星级强者都杀不死。 好。 各位,氢弹剑身爆炸,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失败,以星空巨兽的智慧,持过亏后,将绝对不会让任何一架战机近身。 我们将再无机会。 到时候,用我的洪荒级智能战机承载清淡。 以洪荒级智能战机防御威力,除非他亲自净身攻击,否则那随手精光,是毁不掉洪荒级智能战机的。 战机承载清淡,一旦净身,智慧智能气弹会控制战机浮光。 谢谢。 龙荒级智能战机,地球上唯一能硬撞兽防的最强战机。 其防御力,比第一元老本身防御还强。 绝对是人类从国民遗迹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这样一来,清淡在星空巨兽嘴里爆炸的可能性,大多了。 。 一顿当量的清淡在嘴巴里炸。 像得很美 可是 这么容易死 就不是金角巨兽了 各位 对于这头星空巨兽 我知道一些资料 根据我获得的资料 这头星空巨兽 本名为金角巨兽 它一旦发动吞噬 周围空间会流去 与外界割离 这种情况下 远程控制战机内 清淡引爆 是不可能的 此外 这头金角巨兽的实力 的确是恒星机 唯一的好消息是 它的吞噬能力有限 并非无底洞 所以刚才它对战争基地 采取的是毁坏 而不是吞噬 罗长老 你的资料可靠吗 可靠 这是我在古文明遗迹内 获取的珍贵资料 我们唯一的依靠 只要是用上帝了 关注 我希望能够获得五大国 和各国武馆授权阅读地球 所有古文明遗迹的资料 你这是 古文明遗迹 很多都是外星战舰残骸 我想找找看 也许能从中 找到厉害的武器 这是一场浩劫 但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人类 能够拼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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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有我在 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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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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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攻击下 各国的战争基地都在快速温陷 他所带来的这次浩劫 恐怕会比大涅槃更严重 我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的 老板 古文明遗迹的资料你都收到了 结果怎么样 刚解析完毕 一号古文明遗迹 会于百慕在海底深处 是一座高达一千两百米的 银白色金字塔 这座遗迹极度危险 任何材料高手一旦跨进入口 都会直接毁掉 二号古文明遗迹 低处苏维埃特极北之地 是一艘碎裂的飞船残骸 这座飞船的等级不够 不会有你想要的武器 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会于寒夏国境内的神冬架深处 球形 直径超八百米 表面散发大量无法防御的毒气 至今没有人能活着进入三十一号 古文明遗迹 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也与一号十二号古文明遗迹 并称三大绝境 我该进入哪一刻 嗯 除了三大绝境 其他遗迹 色国都探索了差不多了 去了也没有用 而一号和三十一号遗迹 是必死之境 宇宙级强者去了 也是必死 所以目标 是十二号古文明遗迹 以你现在的实力来说 进入十二号古文明遗迹 也有较大危险 这个时候 再危险也得上 我不想因为遗憾而后悔 如果我现在不拼一把 就只能看着同胞死亡 民族灭亡 地球毁灭 为了不后悔 我必须燃进最后一地心 哪怕是死 也值得 主人说过 不管是恶人 善人 还是协议之人 真正的强者 肯定都有一颗坚定的心 罗峰 就是这样的人 李大哥 听说你马上要去 古文明遗迹探索 我来给你送个行 大家还不知道浩杰的到来 以为明天的太阳 会照常圣经 五大国已经秘密开始 人类传承计划了 他们的战争持悲观太多 人类传承计划 大家还不知道浩杰的到来 以为明天的太阳 会照常圣经 五大国已经秘密开始 人类传承计划了 他们的战争持悲观太多 人类传承计划 各国实施军管 两室限量工艺 修建庇护所 建造太空船等等 为的是确保 人类的活中 能延续下去 我不想看到人类的未来 是卑微的狗活 这样的传承计划 我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上一次 是大涅槃 你没有真正经历那段生死 挣扎的岁月 可能不清楚我这一代人的心情 二二病毒爆发 漫长的噩梦开始了 我的母亲被感染 无法治愈 甚至在持续的变异 他在异常痛苦之下 提出安乐死 父亲含泪尊重了母亲的决定 但当时的我 只是痛恨他放弃了母亲 优优独播剧变异 优独播剧变弃 爹 老城区出现怪兽 军方紧急动员 寿船来袭 军方决定实施核打击 规避兵放射行中灵害 请使兵旧机前往零下离难处 军方公司 一五零二三三号过来 其他人策号 我 我要妈妈 看着这一车厢的孩子 我想他们的标牌 或许也是一则则关于爱与牺牲的故事 一只维尼父亲的我 直到最后都在受着他的保护 今后 别轮到我去保护别人了 你来报名 父母知道吗 他们知道的 你还不符合参军的条件 保护人类生存的权利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只要身为人类 就符合条件 后来 随着武者的涌现 人类得以建立基地时生存下来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可是怪兽每年都会出现 更厉害的主类和作战方式 我现在唯一的心愿 是我的后辈们 还有未来和希望 我已经老了 而罗锋里 还有无限的可能 集结命令下达了 我要赶赴前线了 林大哥 你保重 军方是寒夏国的第一道防线 我会尽量拖住那头浑罩怪兽的 再见 罗少将 我会尽量拖住那头浑罩怪兽的 在地球和人类面临的这场浩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 都必须迎接自己的战斗 一号 出发 前往十二号古明移境 罗锋 关于金角巨兽的空间扭曲能力 我们商量出应对措施了 有办法了 金角巨兽发动吞噬有距离限制 那我们就在距离万一包一核弹 但这样就伤不到它了 我们就是要它判断 核弹对自己没有伤害 这样才能接近它 如果有足够数量的疗机携带原子弹 在它周围爆炸 而没有伤到它 那我的洪荒级战机就有机会 携带最大档量的秦丹 接近它引爆 简单直接 有可能会奏效 眼下有一个急迫的问题 根据卫星检测 金角巨兽已经摧毁了亚美利加所有的战争基地 现正在欧罗巴大肆破坏 这么快 照它的速度来看 七天 只需七天 人类就会全部灭化 所以我不得不将青弹攻击计划提前 今晚就实施 今晚 现在计划提前 辽机还没有全部到位 我需要紧急征用你的智能战机 好 我现在就把战机全线交还给你 去吧 你好 这些人最后的热门 能够成为地球防信的一员 我很有勇气 谢谢你 志文 龙峰 海面距离海船有五千一百米 而十二号不文明游记 在海船下方三千三百米 明白 你们这些怪兽 每年都会杀入内浪 不知道多少人赢你们二次 你们该有此报 山洞水下两千五百米 三千米 四千米 海船 五千米深度的恐怖水压 就算是行星级无成 也不能轻易承受 但我用魔云堂幻化出的这套战架 在叠加黑神套状 身体已经能承受这样的压力了 再往下三千三百米 巴巴塔 这种隐秘的地方 当初地球刻苦 是怎么发现这仪器的 靠地球科技当然不行 他们也是靠星级战舰上 获得的探测仪器才发现的 除了像我这种 能够主动革雷星级违装 凭你们无法探查的外 地球上其他仪器 几乎都被发现了 到了 我的精神念力 能够复杀周围五百米 但也只能复杀到 这艘战舰的一小部分 这艘战舰 甚至比极限无管走步还要大 罗风 我们来对了 这是一艘星空剑的母舰 清单打击计划开始了 越岁月 第一阶段 轻量核弹麻痹计划 启动 敌甲来了 携带两万吨当量的核弹 他发现先前战机了 三千米 一定要成功 抓开始攻击了 五百米 就是现在 起爆 二千米 一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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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 轻量核弹麻痹计划 启动 就是现在 起爆 两万吨当链 在京城巨树之前 也不过是一阵风 这不就是你们人类的计划吗 以小当量核弹 降低它的警惕值 第二架战机准备 六千米 三千米 他没攻击第二下战机 一百米 五十米 起爆 这么近的距离 几万吨当量的核弹 在这举手面前 就如同玩具 真是恐怖 两颗原子 成功令它放松了警惕 红哥 策略奏效了 启动第二阶段 高频轰炸 这些战机内 都携带这 一两五万到六万吨 当量的核弹 他们将是真正的 纠集武器量向前 最后会给你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 一号 携带这三万吨当量的原子弹 一号 起爆 罗峰 你的战机没了 是我的错觉了 我怎么感觉 这金脚巨兽 变得更壮了 原子弹 连续几次爆炸 产生了超高温 地子能 能刺激金脚巨兽的身体 并且加速成长 这就好像人锻炼肌肉一样 有力量的负担 才会令肌肉更长 这金光 就是金脚巨兽 在吸收金属之力 按照计划 真家伙 会在第十到第十四架战机之间的 冒一个 真家伙出来了 一点五亿当量的青蛋 人类真正逆上毁天灭地的纠结武器 让这处身看看 谁才是玩具 一点五亿当量的青蛋 对付一头刚踏入恒星级的金脚巨兽 还真难说 毕竟 没听说谁干过这种事 第三阶段 青蛋毁灭打击计划 启动 这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成功 已经无法度过这一场浩劫 如果失败 那么人类将陷入恶梦当中 别让一般实际 更加可怕的恶梦 军方已从前线基地 完成战略转移 一定会成功 还有三十秒和金脚巨兽相遇 二十三秒 二十二秒 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 保佑人类吧 杀死他 二十五秒 十八秒 落入3秒 värld 百分百分无尽 Pit 四十一秒 slo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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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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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成功了吗 啊 啊 我 至少 若他还能对其造成伤害 是要 总统先生 人类 完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惹我 不 不应该的 最大大量的情感 近距离也无法杀死他 青角巨手还活着 就意味着 直接宣判全人类死刑 人类死她 长江 你 装 你 人类 国家 军 不 人类还会到最后一步 伯父 这艘母舰是整个星空舰队中 攻击和防御最强的存在 但它却并非真正的十二号无人遗迹 真正的遗迹 在母舰的更深处 那里危险程度极高 一旦触发某些机关 其威力能轻松杀死你这样的行星级 即使冒着死亡的危险 我们要进去找到更强烈的危险 我们下期见到更强烈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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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轻弹攻击已经将它彻底激怒 全球必须迅速采取措施 预防报复行为 战神宫智能系统解析视频画面 预估经角去收的行动路径 他要去寒夏国 已经将军售一万五千米米鸟的速度 不到五分钟就能喘入寒夏国 你所在的江南基地是对他来说 也是近在咫尺 混蛋 小风啊 你们马上进入重力室 记住 我不回来 你们千万别从重力室出来 事后我再跟你们解释 如果尖叫巨兽真进入寒夏境内 基地室的伤亡将难以顾量 我必须尽快找到杀死他的武器 爸爸他 你这边有遗迹的线索啊 有了 遗迹就在母舰内部的一个秘密舱间 这艘飞船 就是十二号国命遗迹中掩藏的秘密 让我查查 原来是他 当年主人曾一招毁掉整个星际舰队 我们所在的残骸就是舰队的母舰 而他是黑龙山X81型飞船 论造价比整个母舰都贵得多 他的标配武器 就算要杀恒星级七阶八阶都有希望 这个等级 恐怕要比航行级一阶墙上百倍了 这型号只有宇宙级 或者背景深厚的人才买得起 能有这威力不奇怪 好了 飞船内部有着严密的防御系统 闯进去是要帮很大风险的 入口处是一条狭长通道 和资料描述相吻合 上面还说 这里有大量激光发射器 曾让无数地球高少死在激光之下 我得先探清虚实 好强 激光的威力 恐怕不会亚于地球上最高功率的激光炮 波波 除了躲避激光 你还要打开尽头的闸门方可入内 整个船体是以巫异金属打造 只有宇宙级强者才能勉强破坏 就算你们馆主来了 也没法打开闸门 用赤魂铜目残片 能不能破坏 确实有可能 但因你目前的实力 还不足以将它的威力发挥出来 怎么办 要破坏闸门 还得靠我恶魔巴巴塔 行丝远盼 却薄如利刃 这是打开闸门的工具 这叫居力顶 是我用来维修宇宙飞船的 类似于你们人类的千斤顶 但技术含量可高多了 你去把这件工具 插到闸门和地面的缝隙中 以我魔鹰战家的防御力 加上崇山盾的掩护 不知 是否能抗过这密切的激光攻击 硬创清不通 那我就直接用念力把它送过去 激光的反应速度太快 没等我把它送到闸门 就被轰飞了 激光和攻击通道内的所有目标 你单枪匹马硬团 他们自然会集中攻击你 那要是同时出现多个目标呢 原来如此 将断天梭分解为刀片 会导致目标数量激增 从而分散攻击 明白 这样就能更好地掩护距离点 不错 很快就领会了我巴巴塔的意 智能系统已经侦测到咱们的情况了 多风 跟进进去 多风 快 阴智向前 阴智向前 快 距离给二一之撑不住了 长方 侦群都隐 he做通 还好 在最后罐头进来了 怎么 连续被激光射击 觉得委屈 大不了 回头给你加餐就是了 我们赶紧去指挥室 将信号器 插到飞船智能系统接口 只有这样 我才能想办法 攻克他的智能防御 将他控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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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破坏很难 不好 现在绝不能现了围攻 爸爸 这三架机器人是有独立意识的个体 还是收到了智能系统的命令 你有没有办法干预 我正在干预呢 他们是在飞船智能系统的无限信号命令下行动的 你再坚持一会儿 等我完成破解 小王主 爸爸他好了没有 别急别急 我在努力呢 爸爸他快点 糟口 跑到头了 停住了 幸好他们在智能上缺少自主性 攻击手段也非常简单 不然要迅速制服你并不难 现在 这三架机器人已经被我控制住 换句话说 他是我们的了 好了 先进准备试吧 不过 这些机器人 恐怕还不足以对付金桥巨兽 这里没有危险 龙风 你快过来 看军装 坐在座椅上的是个大人物啊 别动 这具尸体已经存在数十万年了 现在跟外部空气接触 立刻就氧化消散了 这三个是什么外星物种 他们是一种叫做流银护卫的特殊产品 主材料是比物与金属还要贵重的流银金属 智能系统开比真人 而且因为他们身体结构如水的特性 就算强者一拳搭在他们身上 冲击力也会被击一切掉 所以他们可以替主人抵挡攻击 是非常好的保镖护卫 是宇宙通用语 他的意思是 让我离开 别管他 现在非常智能系统已经够不成危险 你只管把信号器插到控制台左边的插槽内 冰咕 这智能系统也算不错 不过 我三十分钟内都能攻克他 以后 这黑龙飞船就是我们的了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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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受到攻击 请在三十秒内输入密码 火火启动自毁程序 还有自毁程序 这个飞船的主人真是可恶 有没有办法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四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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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就算宇宙最强的智能也不可能三十秒功课啊 四十四十三十二十六 花花塔快呀没时间了 二十六 没办法了 小薄 Morgan 解击重知 所有市民运及进入地下的一复中 穷 快 快 靠 是金角巨兽 启动所有正离子电磁炮 吸引金角巨兽的注意力 其他人随我上战机 不能让金角巨兽接近庇护所 这批紧急空运过来 还没来得及全部安装的正离子电磁炮 功率要比亚美利家最新激光炮还高一倍 希望能有效 用超级电脑精确空准多电磁炮 将全部攻击急于一点 发射 放好 执行B计划 来呀 出声 吸引到此的注意了 联队集结 成功吸引了没有 我当天注意阻击攻击 注意后防 散开 去 下诶 执行B训划 参加B训划 尖叫取舍追着战绩飞离江南基地市了 下我们的英雄 敬礼 爸爸他 你干了什么 道解时结束 飞船怎么没字报 还好本恶魔巴巴塔聪明 时间紧迫 别卖关子了 原理很简单 我摧毁了这艘飞船的智能系统 那么飞船的自毁装置 自然也无法运转了 我摧毁智能系统 将铺天盖地的流量 导入这艘飞船的智能系统 系统无法短时间内处理如此庞大的数据 就会当机 这么野蛮 这种野蛮摧毁也是看实力的 在智能层次上 我远超过这艘飞船的智能系统 所以才能做到 不过遗憾的是 野蛮摧毁的后果 是整艘飞船的控制系统损坏 短时间内想再启动它 是不可能了 爸爸他 谢谢 小事小事 龙峰 这座黑龙山X81飞船 在宇宙中也算不错的飞船了 这座飞船的主人 应该是银河系里有一定地位的人物 他的遗物肯定不错 带走 还有那三具流营护卫 带走 我修一下 看能不能再用 那武器呢 这座飞船有没有能击杀金角巨兽的武器 你刚刚的野蛮摧毁 有没有破坏武器系统 野蛮摧毁 只针对智能系统和控制系统 武器不受影响 我刚刚检查过 武器有点老化 最近经历了数十万年时间 不过你放心 以我恶魔巴巴塔的能力 一两天时间内 保证组装出一件能击杀恒星级的武器 太好了 麻烦你了 巴巴塔 小事小事 飞船我现在就收进我的储同空间 进行武器修复 出去的时候 我再将这艘母舰残骸也收起来 找找有什么好东西 那 那 不知道外面怎么样 罗峰 罗峰 听得到吗 假司令 我之前在国民遗迹里 那你信号被隔绝了 好 出来就好 那那现在怎么样 静脚巨兽被清单重伤后 疯狂地攻击了寒夏和印版的所有战争基地 江南基地时也遭到了波及 幸好他只是发泄怒火 并未对基地时集中攻击 在我们寒夏国将士的奋勇抵抗下 静脚巨兽后来调转了方向 往襄卓周旭了 你先回江南基地时看网下家人吧 之后我们在战神宫旁边 你先回江南基地时看网下 经验 金 神 对 卓星大使 卓峰 金角巨兽 哥 小枫 老枫 妈 妈 阿华 珍南 你们还好吗 好 都很好 同胞们 今夜 我们怀着无比痛和悲伤 送遍第一批遇到的将士 和不顾民众们 这是全人类的灾难 我们是为了生存而战 我们寒夏谷六大基地市 在今夜金角巨兽第一轮攻击下死难的民众和将士 不下于五百万人 五百万 金角巨兽宇宙中的巅峰却动 虽然才达到恒星级 可对地球人类而言 就是末日 人类在它面前如同弱小的蚂蚁 而金角巨兽就好像一个巨人 跑到一个又一个蚂蚁国 不断踩死一群又一群的蚂蚁 由于金角巨兽摧毁了全世界所有的战争基地 大批海域怪兽已经沿着河道攻向了各大洲内陆 各国的军方和武者们都与海域怪兽发生了交战 战况极为惨烈 这是种族之战 生存之战 贾一司令 罗峰 罗峰 在吗 贾司令 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金角巨兽又转发海峡了 不是 金角巨兽在摧毁全球所有的战争基地后 返回海底休息了 眼下棘手的是海域怪兽 海域怪兽 嗯 在你们江南基地市东部有十二头忘记海域怪兽刚刚登陆 其中有六头朝东南军区方向去了 这个时候我也不多说了 摆脱了罗峰 摆脱了罗峰 小心点 收到大家 保护好我的家人 一旦溪地是遭到攻击 协助防御和救援工作 可惜 那三架机器人 都是黑龙沙X81飞船上的 维修机器人 攻击力就一般 帮不上你什么忙 流银护卫 把飞船上的武器 需要多少时间修好 流银护卫 需要三天的维修好 至于武器 我已经将黑龙山 X81飞船上 最厉害的单体攻击武器 雷射炮给拆了下来 正在维修中 雷射炮需要的能量结晶 我这也有储备 修好需要多少时间 我在全力维修中 预计还有28至30小时 一天多时间 只能寄希望 已经将军手 休息和养生 脑多花他一点时间了 查清楚这六头王级怪兽的资料了 分别是盘踞于东海的东海青龙 折服在北方海域的镇山精王 长期在南澳大陆两侧水域活动的 巨族水母王和紫青龙 印犯一带活跃的肩甲地龟 已经在阿拉哈地区出现过的地龙王 这六头王级怪兽不仅都是一方霸主 其领地也互不干涉 这次居然合作了起来 能够命令王级怪兽的 只有深海中的两大兽王 难道兽王也已经加入青江区召归下了吗 罗峰 江南基地市的安危 全在你一人肩上了 将这一战进行全国直播 老周 全世界的人类 此刻都是命运共同体 人们需要希望 罗峰 就是一个可以给全世界带来希望的人 紧急播报 现有六头王级怪兽 正朝东南军区而来 军方正在布置防线 由于此前战争基地已被金教巨兽全部毁坏 将士们不得不以血肉之躯 来对抗怪兽 第五头王级怪兽 means 这是神迹的 可惡 可惡 永远 没有 最新消息 极限武管罗峰巡查室 正以最快速度 飞往东南军区前线 天哪 罗峰巡查室的飞行速度 打落了5610米每秒 我们就在罗峰巡查室 出离 何讯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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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下来的六头攻击怪兽 优优独播剧场 何讯esar室 何讯查室 铁大姐 行 何讯 阿峰 罗峰 罗峰 4 Dart 好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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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杀一头王级怪兽 就是救下十万百万图宝的性命 所以 全部都去死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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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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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女 都期盼着有一场胜利 终于 终于让人们看到了一点生存的希望 中南军区危急 姚恶长老正迅速赶去支援 西南军区危急 中西长老正迅速赶去支援 祖国大帝 风烟处处 罗锋虽强 但毕竟是一个人 无法同时在两地战斗 但此战大胜 令受到鼓舞的超越战神们热血沸腾 纷纷赶赴战场 人们在山河的地团里坐着 岂河的地团里放展 两哥加仙的地团里放一片 两哥加仙的地团里放一片 辈子多 1995 岁浪分一片 大姐最后要质的地团里放一片 三十七头 一天之内各国消灭王级怪兽超过白头 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 那头受伤的金角巨兽 此刻不知在哪里折服 而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全面作战 是不是会激怒沉水海底的另一头兽黄 怎么回事 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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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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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爪兽黄 出海了 上河 快起红河雷神 八爪兽黄 出海了 八爪兽黄 取� Evans 館主和雷神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刻 伤 Understand ... 何又突然闭关 � rij 金角巨兽肆虐时,曾专门经过鸿鸣基地时攻击无关总部,又杀死管主和雷神。 星剧运输箭本就结识,彭星吉一阶的金角巨兽要破坏它不可能,吞又吞不下,管主和雷神就在其中闭关寻求突破方法,以迎战金角巨兽。 小占,尽皇竟竟然速度太快,其他地区舞者并忘记怪兽伴助,无法及时赶到,三大轻卫最全力阻止尽皇,奈何实力向上悬殊,军已重伤,无法继续战斗。 神灵唯一一次机上的收获,就是管主机上的出手兽。 这次管主不在,身后就是属于凭你,得有人去担住它。 神灵唯一一次。 武道领战后,罗锋实力就已经抵尖穆罕德森,如今恐怕只在红和雷神之下。 他,罗锋,他,能够成功吗? 是什么?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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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前面的愈合能力 罗锋的飞行速度竟然达到了16.5倍音速 霸卓兽网随以防御毒液绞杀之力组成 但是有了一切庞大体型 导致他难以对背后的视野盲区做出及时应对 以罗锋的速度或许可以找到他的破绽 罗锋将全部精神念力集中在活刀盘上 使出更具威力的第二形态 听说你害怕管主和雷神 难道你就不怕我吗 成功了 狐狼盘全力已经穿出了寿黄的防御 他的头颅还没有被贯穿 呼刀盘阻足够复必 冲击力去不走 对了 钻山锥正是以蛮和冲击力出名的 两大神兵合机 威力已经强悍之子 八爪兽黄 我已灭烧 八爪兽黄 好小子 这八爪兽黄真是找死 他出了海 做雷神的对手都不配 以你如今的实力 收拾他还不是小菜一碟 真是白痴 毕大哥所在的东南军区 怪兽数量最为密集 我得回去支援 最新播放 八爪兽黄已被罗锋击杀 这罗锋 不愧是地球上的精神念试天才 实力竟然增长这么快 你到现在的实力 是无可争议的地球第一精神念试 跟二弟比 估计也相差无几 地球上有这样的天才 我此战若死去 也能安心 红哥 印饭古玉家传说的 至高天人合一境界 盘下魅家权的人肉合一圆满之界 原来超越他们 我就能踏入领域之界 恭喜你 红哥 你打算独自迎战的金角局上 你我兄弟数十年出生入死 这一次 我绝不允许你孤身前往 好 一起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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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投放十二号药业 是 现在情况如何 按照我们的计划 海鱼怪兽大量充斥河流的时候 我们就用毒液 打入江河中 一是独自尽量多的海鱼怪兽 二是尸体在江河中 也有堵塞效果 在海鱼怪兽的冲击下 亚美利加受损最重 欧罗巴半天内 六个基地市都将与海鱼怪兽 展开全面战斗 江南基地试不出两小时 也将面临生死考验 海鱼怪兽我们不怕 亡极怪兽我们也不怕 我们人类数十年不动 加固改造基地市 就算跟海鱼怪兽拼得再狠 我们也不至于灭亡 真正让我们害怕的 是那金角巨兽 待他完全恢复 没有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基地市 能够阻拦他 虽然我杀死了一头兽谎 可是对整个战局 有多大影响 怪兽中最让人类无奈的 是那金角巨兽 我去修缮得怎么样了 永烟护卫已经修好了 雷树炮还差一点 昨天凌晨 那金角巨兽进入海底休息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 雷树炮 雷树炮 放开了 怎么了 金角巨兽 正从靠近南极州的 斯文斯岛周围海域 飞出海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叫巨兽 他出来了 帮帮他 雷射方还没修好吗 快了快了 快快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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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G B6G雷射炮 能击杀普通恒星级六级武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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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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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